青蛙这里是云林斗六有个巴德社区 因为常常有树蛙出没 所以艺术家就用纸浆糊成这个树蛙的造型 做成装置艺术 像这样有巧思的社区改造 还让附近老房子的房价也看涨 把水注入旧报纸中再搅拌成泥 抓起一把慢慢捏出形状 最后再上色就成了一只纸浆树蛙 云林斗六的巴德社区在四年前投入社区营造 因为常在社区附近发现树蛙的踪迹 于是社区志工突发奇想 以树蛙为蓝图设计出许多装置艺术 作品不但有创意 手法也很细致 社区艺术家李盛景从小对美术就颅有天分 他无视自通把树蛙做成各种造型 不仅外观独特也相当实用 而他坚持不用水泥改用回收材料废物利用 对社区营造尽心尽力 人满巴德社区附近二十年以上的房子都没人居住 在社区营造后买气大增 现在一屋难求 同时带动观光 不少参观民众想要出价收藏纸浆树蛙 看来社区艺术家不仅成功改造巴德社区 也找到人生的领向乐趣 联邦山亚林云林报道